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大年初一的时候,很多人都已经早早去排队烧香了,都想博得是第一位烧香的人。 但是在中国有一座小庙,它被称为最危险的小庙,大家知道它坐落在哪里吗? 其实拜佛对于我们现在而言就是感觉,最近一段时间非常不顺或者有什么心愿的时候,总会去寺庙烧香祈祷一下。 但是说起寺庙灵不灵的话,俗话就说了,心成则灵。 但是现在有一座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寺庙,坐落于浪山八角寨,它的海拔高达818米以上。 这座寺庙如果你想去烧香的话真的非常的困难,因为它是那种峭壁,非常陡的那种,可能还没等我们到烧香的地方,就已经掉入了悬崖。 就小兵而言,这样的行程如果是我,我肯定爬不到一半就放弃了。 不过他们这里有一种人叫蜘蛛人。 所谓的蜘蛛人就是村里的村民,任何防护措施都不用,直接爬到烧香的地方为我们祈福祈祷,或者许下愿望。 不过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,其实这也是这里的村民经济来源的一种,大家来这里许愿,完全可以放心地交给他们哦。 因为他们还是非常专业的,其次,给别人一条出路也是给自己一条活路嘛。 这样村民也会非常感激每位游客的哦。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。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